哈喽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思,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聊星座 我们接下来聊的是11月每一个星座的星座运势 那请参考你的上升星座还有太阳星座 在今年的11月当中呢,最重要的大事就是水星逆行这件事情 那又要发生在11月当中,会发生在天蝎座 那金星呢,也会从10月2号开始呢,走进射手座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星座的你呢 在接下来这个月当中,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呢 太阳上升的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接下来11月当中呢,你会有怎样的星座运势咯 在11月的18号到月底之间 因为火星和天王星的对分享 对于公众人物的巨蟹座而言 要小心因为性丑闻或者是感情纠纷的事情 登上媒体版面 那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社群媒体 非常非常的这个 呃,无远佛见 所以呢,上升太阳在巨蟹座的工作人物 包括艺人网红 在这段时间都要小心一点 接下来呢,是职场还有工作运势的部分 那在11月当中呢,因为金星和木星都在巨蟹座的工作宫位当中 所以对于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在这个月里面工作是很轻松的 所谓的轻松是 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吃半功倍 然后很快就可以把工作做完 工作进度上呢,也非常受到这个主管的赞赏 所以对于很多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接下来的11月当中呢 其实你在工作上不太会感觉到有什么随心逆行的一个感受啦 那对于巨蟹座的朋友们而言 特别是11月21号到29号之间呢,你特别容易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工作的表现产生 那也会让你在职场当中呢,可以说就是发光发热表现良好 但是呢,就是这位朋友们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说你是做创作者工作,或者是你是作家 你是需要靠你的创意去完成工作的人的话 基本上呢,你在这个11月当中,水逆对你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因为水逆在第五宫当中 所以有时候会让你的创意变得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快速的展现或跳出来 所以有一些创作工作的朋友,的巨蟹座朋友们 在11月里面呢,工作上可能会觉得有那么一定点的不顺利 但是呢,21号呢,水星逆行结束了之后 加上金星和木星能量的一个加持下 其实巨蟹座就会展现出你最好的那一面在工作上 所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不要太担心 好,那学业和考试方面基本上巨蟹座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巨蟹座的朋友们,同学们就加油咯 好,那金钱和财务的部分呢 因为水逆还有太阳都在你的第五宫当中 第五宫传统来说,我们有时候说它会是一个赌博跟偏财有一点相关的宫位 所以对于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你会觉得就是,有时候赢了一笔钱之后 我接下来又输得很惨 所以对于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面反正赌运就是高高低低啦 那如果你赢钱呢 我也觉得你就是适可而始就好 就事件好就收嘛 那巨蟹座的朋友们呢 要特别小心的是11月12号到19号这段期间 如果你出国旅行的话呢 基本上因为金星和海王星的四分项 容易为巨蟹座的你带来一些可能被骗财骗色 导致你会有破财的问题 接下来呢是桃花运的部分 对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11月是一个兵荒马乱乱七八糟的一个桃花月 怎么说呢 因为水星的逆行跟太阳都在你的恋爱宫当中 那传统上面来讲 太阳在恋爱宫当中就是一堆好桃花 可是水星逆行在你的恋爱宫当中呢 你就会遇到一些讲坏也讲不好啊 或者是呢 嗯 表达能力不是那么棒的桃花出现在你身边 或者是他根本就是想法有问题的烂桃花 那究竟要怎么去辨别呢 这其实就要看巨蟹座的你呢 有没有办法从这当中一个一个挑出你觉得 或者是他实质上真的是比较好的桃花 在不同的对象当中如何去选择呢 其实巨蟹座在这个月要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哦 那在感情方面呢 这个部分当然就不如前一个月就是十月份金星 在你的恋爱宫当中那种黄金格局啦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做在十一月当中呢 尽可能的就是先稳定住你的军心 然后呢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呢 不要急慢慢来 因为呢 这需要花时间去见顶和了解的 而十一月十八号到月底呢 因为火星和天花星的对分相呢 也很不小心的会发生在你的这个恋爱宫当中 所以你有机会遇到那种很直接来跟你表白告白的对象 可是这种对象 你会有比较大的担忧是因为你大概清楚这个人在外面的形象不是很正面 或不是很好 那这样子的对象很直接的追求你或向你告白 或是想要跟你认识的时候 心里难免会让你觉得有点怕怕的嘛 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对象呢 我会觉得你还是把它推掉会好一点哦 而对于已婚的巨蟹座 或者是正在恋爱中的巨蟹座朋友们而言呢 因为土星和冥王星都在你的夫妻宫里面 所以在这个月当中 你还是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比较强势强硬 而且好像你非听他的话不可哦 可是你又会深深感觉到对方对你的爱是很强烈 而且好像没有你不信 所以有一种深深的被对方给抓住的感觉 所以对很多巨蟹座朋友们来说是件很开心的事 因为你感觉到对方很爱你 而且寸步不离你的身边 加上因为冥王星的影响呢 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在这个性方面的所求会稍微高一点 那巨蟹座就尽你的努力去满足你的另外一半吧 这其实基本上呢 我们说夫妻感情要好 或是两个人在一起感情要好呢 其实不只生活上的互动要很好 在床上的互动如果可以保持一直都很完美的话 基本上呢 感情也会一直很稳定的走下去啦 这是一个必备要兼致意嘛 好 最后我们要聊到的是身体健康的部分哦 金星和木星呢 因为在这个月里面都在你的健康功当中 那其实基本上金星和木星都在健康功当中 它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个月吃的很好 吸收也很好 所以对很多太阳上升在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是相对容易发胖的时间哦 如果你正在减肥的话 在这个月里面要忌口呢 是相对困难的 所以对于这些做朋友们来说 要么你就继续减肥努力忌口 要不就也不用太忌口 反正胖完再来减就好 这也是一个方式啦 一条星座呢就到这边结束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开小铃铛 有新影片的时候呢 就会马上通知你哦 谢谢大家 Bye Bye